大家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开始 我们台湾的风向会有点转 慢慢的从东北风转成有点偏东风 那么到明天会是比较明显的偏东风 所以天气可以说是在未来几天 尤其到礼拜六的白天之前 会越来越稳定 那么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把握 我们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上空云量不是很多 水气量本来就比较少 再加上有点偏东风的关系 所以出了东半部地区 可能云量稍微有点偏多 有点浅薄的云气之外 西半部的天气都是相当的稳定 但是这样子的天气要特别注意 就是空气品质 因为西半部都是被风测 沉降气流 所以天气会比较稳定 那么风速也比较微弱 要特别留意这个空气品质 污染物可能会比较容易累积 尤其在我们中南部是比较容易到达 对敏感的族群甚至有机会到达 对说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看一下外景天天气的话 最主要都还是有点受到 偏东风的影响 云量都是比较偏少的 那么这么稳定天气 可以大概持续到 礼拜六的上半天 到礼拜六下半天的时候 可以看到慢慢的 会有这个北方的水气 逐渐的南下 如果说时间再晚一点的话 有可能会突然到礼拜天的时候 这个封面才会慢慢的 我们南下抵达到我们台湾 所以到周末的时候天气可能会有些变化 那么时间点 有可能是在礼拜六下半天到礼拜天 甚至可能到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波的天气的转变 除了水气通过之外 这个东北风也会增强 所以不只是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 那么温度也会稍微的往下降 不过这个中间都还有一些变数 因为未来几天看起来 这一波的讯号也不算是很强 所以变化可能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不过至少在礼拜六白天之前 天气是可以好好的来把握的 可能可以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 但是比较敏感的族群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从事太剧烈的活动 因为空气品质可能不是太好 我们来看一下Y4天 容易下雨的趋势 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因为是转成偏东风的关系 但是因为水气量没有很多 所以就是雨量稍微比较偏多 偶尔有局部零期的短暂征雨 但是下雨的时间并不会太长 下雨的雨势也不会太过于明显 所以在未来的几天来说 其实天气相对都是比较稳定的状况 那么要特别留意的还是温度跟空气品质 可以看到在今天晚上 各地低温还是有机会下降到 大概18到22度左右 那么南部的话空气品质 有机会到大家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明天的天气也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 在入夜之后辐射却会比较明显 所以低温大概是18到22度左右 那么中午高温是普遍可以来到24到26度 甚至我们的中南部地区是有机会来到28到30度的 所以早速晚会要记得添加这个保暖雨 但是白天的话呢相对是比较温暖的这个天气 所以最后的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天气晴朗稳定 那么白天温暖早晚是比较偏凉 另外要特别注意是西班部的空气品质 尤其是在我们的中南部地区 可以把握天气的话呢 是在礼拜六白天之前都是可以洗晒衣物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